那非常快的就跟大家在车展见面了 那这次呢是广州车展就有个大名块 带大家看看这次广州车展有什么重爆的车型 OK 好 那我现在呢是在丰田的车展 那这次丰田呢是有两个比较重要车型 一个呢是在展台上的那个叫做 这个OAL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怎么拼出来 然后但是呢这个这车是 等于是家常版的卡罗拉 或者是雷铃的这个样子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车呢就是在那个角度啊 看没有一个非常红彤彤的车 就是这次的丰田也非常重要 里面跑车也是归来的Supra 就是牛王 好 那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哪台车呢 那进去看看Supra吧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看看这台Supra 当然Supra呢其实我一点都不怎么说呢 心血是因为在去年的ZEMA展的时候呢 其实我已经非常近距离地看过了 然后他们现在围着个圈啊 也拍不了太多东西 当然呢Supra最近也是算是名声大葬啊 毕竟也是在北京也是撞了一台了 那也是这个给大家看外表吧 它也是拦上了啊 然后会一个一个往里放 我就不在这待 我就不在这待太长时间了 OK 给小伙伴拽一圈看看 好 这是它的尾部 不知道多少人会为这个丰田的Supra这个名字去买单呢 那其实这辆车里面呢它就是一台Z4 因为之前在Supra展的时候呢也是啊 他们Supra展的时候人家没人管你知道吗 就是车呀什么的引擎盖什么的 打赶紧随便让你看 它的发动机包括它的管线 包括说它的操作系统 完全完全都是宝马的逻辑 但是现在这台Z4它的售价 其实是要比这次是要高一些的 所以说真的啊 如果说喜欢的小伙伴一定是勤怀买单 好 我们还是关注的非常多 看这么多小姐姐在给这辆车直播 然后这是我们的同事啊 同事来看一眼 一些老同事 给小伙伴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真拍着了 真拍着了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大飙车的节目 行行行 好 这也是侧头部分 跟小伙伴去展示一下 不让拍 不让拍 那我就不拍了 拜拜 好 那既然Z4把我轰出去了 我就直接去看看那辆在展台上的 A-I-L-I-O-N 我真不知道怎么听这个词 那我们来看看这台车 那也是啊 看样子应该是发布会已经发完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同样还是围得非常的严实 那依然是围得非常严实啊 那我们也是远远的看一看吧 首先呢 这台车是一个A加级的轿车 同样是TMJ的平台 那也是在广路社展上面呢 算是首发 然后用的是2.0的发动机 最达170马力 峰值扭矩210米 然后配备的是CVD变动机 其实总的来说呢 和我们之间的卡罗拉呢 本身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那仅仅是轴距啊 变成了2750 而卡罗拉的轴距呢 是2700 算是在卡罗拉和开门瑞之间的一个轿车吧 当然对于中国的这种 对于家常的偏好而言 相信这个车理论来说 应该会受到很多人的追捧的 首先第一台 第一呢 它是辆丰田 对吧 皮实难用 这可能是大家供吃东西 第二呢的确有很多人会说 包括说我们在后代的时候呢 也有小伙伴说 雷灵包卡罗拉的确觉得有点小 说实话 这2米7的轴距真不小了 所以说呢 哎 这个李游来了 2米75的轴距呢 小伙伴会不会作为一个家用车 丰田的家用车的一个首选呢 这就是之后想跟小伙伴去聊话题 当然这台车呢 我们一定会买一台 然后给小伙伴看看里面 到底是不是跟卡罗拉会更像一些 还是跟肯部瑞会更像一些 好 这就是丰田的展台 行吧 丰田的展台呢 比较苛刻啊 都围着也都不让展开也比较麻烦 所以说呢 就不在这儿逗留太长时间了 现在呢 去下一个展台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好玩的车 拜拜